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 欢迎来到唐州教育Python学院的YP试听课堂 那么今天的话呢 是由强子老师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Python的一个课程 那么今天晚上讲的这个Python的课程的话呢 主要的内容是做一个 基于我们的Python做一个网盘 而这个网盘的话呢有两个中端啊 有两个东西 一个的话呢是我们常说的一个PC端 就是我们的Web端 我们的Web端 还有一个是我们常说的PC端 就是我们的客户端 那么百度网盘大家见过吗 百度网盘有没见过 有见过吧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百度的网站来上传啊 来上传文件下的文件 是不是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什么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百度的客户端 上传文件下的文件是不是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也同样的开发出来一个网页吧 再来开发出来一个我们的 这个桌面程序的桌面端 好吧为什么这么模糊啊 我估计应该是因为我长得太帅了吧 好识别率比较低啊 难道因为我不是Web 我不会 Web来到我的客户上面啊 请自觉啊 所有来到客户上面的Web同学啊 请自觉的啊 我说过如果你已经是Web了 打开给你看看啊看一下真人 免得你说哎是不是一个机器人在那里上课啊 不是啊是有个真人在那里上课 好那么我看了一下啊 绝大部分同学的话呢可能都没有听过我上课了 首先呢来做一个简单的做介绍好吗 我呢是我们唐智教育Python学院的院长 同时的话呢也是我们唐智教育Python学院的创始人 从2015年的7月份开始的话呢 唐智教育就有了Python这样一个课程啊 那么我的话呢真名叫李天强啊 网名叫强子嗯 现在目前担任的话呢是我们唐智教育 旗下的时光样是网络科技运营公司 直播平台研发不得付的人 呃直播平台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叫做时光king啊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啊 叫做时光king的这么一个东西 321点时光king.com啊 就这个网站 当然这个网站的话呢是进行直播的 就类似于腾讯课谈的 同时他也有我们的这个Web端 也有我们的这个APP 就是手机安卓APP 苹果的iOSAPP 以及我们的PC端啊 就是客户端 好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我要跟大家简单介绍的一个啊 其次的话呢也是我们唐智教育旗下的 这个新火世界集群的研究中心的负责人 呃那么前段时间的话呢 没有给大家上课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啊 这段时间是走返了全国各个呃 城市啊 以及跟很多的这种 这个公司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 因为我们的客人体系统啊 即将更新啊 呃我来考一下大家好不好 我来考一下大家 自己开发的 当然是自己开发的 不然哪里来的 简单 我来考一下大家啊 有谁一直在那里说 是要深一间了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继续的开始啊 西埋 北京今年的雾霾很少 很少 OK 老师在哪个区 在在 在哪个区啊 忘了 中关村是属于哪个区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啊 也是IT聚集地 叫叫叫叫叫 叫什么地方我给忘了啊 哦万金 对对对对 万金万金万金 万金和中关村两边走啊 北京今年的天气 比很多 这个南方的城市 天气都要好 而且的话呢 雾霾都很少 我这么跟大家说吧 所以北京今年的话呢 应该是蛮舒服的 我也是很少去北方 去到北方之后 哇 这个暖和啊 暖的不行 好了 这个吹牛呢 就给大家吹到这个地方啊 那么这个走法的一个结果呢 我意识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往往 技术啊 在一线城市 比如说北京的话 是我们中国 互联网指数最高的城市 对吧 往往在 北京流行的一些技术的话呢 它可能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才会才会来到二线城市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进行这个 技术交流 原因就在于 我们需要去更新我们的课程 需要更新课程 那么我们就得到这些 一线的城市去看 包括我们的这个 这个董事长呢 目前是在这个新加坡 以及印度尼西亚 这边进行一个走访啊 有些同学就比较早急 快上课 翻行吧 今天这个课程 少不了你的 好不好 一定会让你学会 我刚刚看到你放的照片 是一家万金的管子 我就在我家对面 就在我家对面 好好好 OK 好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 我们就开始 今天讲什么呢 来我先把这个笔记给大家打开 那我先把我的什么东西呢 把我的 那个蛋打开啊 那么今天讲的话呢 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 Pathom的一个权战开发 Pathom的一个权战开发 那么这里面涉及到的东西的话呢 包括我们的web开发 web后端 以及我们的这个GUI 对吧 前端也有 不过设计的比较少 比较少 好 那么这个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主要讲解的内容就是这些 所以大家一定要 把你的这个心思收一收 一定要把专注的东西 专注力 你的注意力 移动到课团上面 因为今天如果你没有注意 专注没有注意的话呢 那么也就意味着你可能听不太懂 为什么 说白了 就是今天的课程稍微来说 比以前讲的这些基础东西 要稍微难一些 好吧 师傅已经不是土地了 你错过了兄弟 什么意思 卡摩什么意思 老师在第一章看见的视频 这次图现在还是不收 不收了 早就已经是半个月以前的事情了 半个月以前的事情了 然后这位卡摩啊 我跟你讲啊 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啊 我经常都会讲在工学课上面 如果你已经是我的VIP学员 已经是我的徒弟 你就不要来听工学课了 听工学课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你好好的跟着VIP学员就可以了 我再次提醒你一下 可能你今天听工学课你觉得很爽 对吧 你一下就做出了一个东西 但是会导致你越学越没有意思 特别是你在学基础的时候 你越学越不想学你知道吗 你就会觉得这东西 我个生命不是讲过一万遍了吗 我还要学什么学来这种基础 实际上你掌握的是基础里面的1% 所以一定要听话 OK 赶紧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看 今天我们既然讲的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网盘 打造的其实最终打造的一个东西 是一个网盘 那么我们就先来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我们的外部端 我们先来做一个外部端 好吧 好首先的话呢 现在桌面新建一个文件夹 那么这个文件夹呢 那我们叫上一个网盘disk吧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打开我们的这个开发工具 那么老师开发的这个 老师使用的开发工具 那叫做什么呢 有没有同学知道 那我先溜了 好是YP吗 是YP你就先溜 你就别在这边听了 因为没有意义 今天讲的这些东西 它不算是我们的这个 课程范围内的 你不是说不算 只是说了它这个写法 写的比较简单 它没有照顾到 没有考虑到很多的思想 它简直就没有任何的这个架构 知道吧 只要是实现功能就可以的 所以 如果你是YP同学的话 那么你就听YP就好了 好那么我们来先打开我们的这个文件夹 先来打开我们的这个文件夹 打开这个文件夹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创建我们的这个项目 好不好 OK 说土地为什么要搜 直接买YP课程不就行了 土地和YP课程不一样 好了 这个就不讲了 好吧 我们这个 现在已经没这回事了 所以大家就 跳过这个话题 我们直接来上课 上课最重要 好 首先呢 我们来新建一个项目 我们首先来新建一个项目 当然我们 可以从哪里 可以从文件这个地方 首先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个PiChamp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PiChamp 这个PiChamp的话呢 有的同学而已 他觉得这个东西不重要 为什么呢 不就是一个开发工具吗 开发工具这么多 我随便用一个都可以了嘛 没问题 如果同学啊 你是要用来学习的话呢 我觉得你学哪一个 我都没有意见 现在我讲的东西 是跟你未来做开发 是息息相关的 是跟你未来做项目 未来工作 是息息相关的 请注意 这个东西比今天的内容 还要重要 PiChamp 是你唯一 在Python开发的 这个过程当中 你唯一要学习的 一个编辑器 你唯一要学习的 一个编辑器 理解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我们开发的 过程当中 有的企业 它是会要求我们 使用指定的编辑器的 但是如果一旦它要求 那么这个百分之百 是PiChamp 不会有其他的 有可能它不要求你 你随便用 但是一旦要求你 一定是用PiChamp 有的东西说 用Spider Spider 跟Spider是能学习用的 它不是 它不太 类似于用来做开发 好吧 为什么要用PiChamp呢 因为PiChamp 首先第一个 我介绍一下PiChamp PiChamp是全世界 唯一一款 专门用于Python开发的 Python开发的ID工具 这个工具啊 非常非常的强大 它里面包含了 很多很多使用的功能 那么以前我们最开始 所使用的什么呢 所使用的 比如说S1 用来干嘛 用来做我们的协动开发 对吧 那么后面我们可以 开始用GET 是不是 那么其实有了PiChamp 之后的话 这些功能就都不需要了 我们直接通过我们的Python 就可以进行干嘛 你不仅可以直接上面 提交我们的这个GET 也可以不需要开的 跳过GET 直接提交到我们的服务器 同时它同样附带 有我们的版本控制的功能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 我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Anacand 它是一个环境 那么这个环境里面 已经给我们安装了 很多的这个东西而已 所以它也是 它不完全算是一个开发工具 好吧 那么Subline的话呢 是一个比较用的广的开发工具 就是用Java也可以用它 用PHP也可以用它 用ASP也可以用它 用Python也可以用它 用什么都能用它 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 如果你要学习一款编辑器 一定是PiChamp 因为这款工具是 可以让你从学习开始 到你 最终结束你的开发生涯 对这样一款编辑器 所以很重要这个东西 好不好 有人说卡 卡是因为你第一次打开的时候 比较慢 但是你打开之后 就不成为这种问题了 好了 朋友们 那么现在我们告一段落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正式的来 干嘛 来进行我们的这个项目的开发 首先的话点击这个文件 如果你是英文的话 那么点击这个File 如果你是英文的话 当然 当然 如果说你想要拿到我们这个汉化版本的这个PiChamp工具 或者说想要拿到这个汉化教程和汉化补丁的话呢 都是可以直接加我们这个若蓝老师 好吧 加一下我们的蓝蓝老师 可以直接加我们的蓝蓝老师 拿到我们的这个工具 以及我以前讲的一些项目视频和一些这个技术的视频都是有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首先我们点文件 然后新建一个项目 新建项目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要选择 我们到底用一个什么样的框架 我们到底用一个什么样的框架 我们今天要开发一个什么 开发一个网盘 而且呢 我们开发一个网络 网页版 就是web端的一个网盘 那么我们Python当中的这个web框架有哪些啊 朋友们 有人知道吗 Python当中常用的一个web框架有哪些 有没有朋友知道 Jungle 还有没 Trader 还有没 Flask 还有没 主要就是三个啊 还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这个web的Py 对吧 也是 那么Flask的话呢 是一个青春节的web框架 那么我们的Trader的话呢 也是一个青春节的web框架 那么Jungle的话呢 是一个这个稍微要重一点的 一个web框架 当然 目前用的最多的话呢 其实是Jungle和Trader 因为它们各有优势 Flask的话呢 可能慢慢的就会使用率 就会变低 但是的话今天我们就可以用它来进行一个实现 因为它用起来的话呢 也是比较简单的 好 我们创建一个Flask的一个项目 那么接下来 首先我们这边有一个lection 选择我们创建项目的一个路径 选择哪里呢 选择我们桌面的 谁 刚才我们创建的这个disk 然后的话呢 我们选择一个Python的版本 这里有一个Python2的7和一个Python3的6 你用Python2 Python3都是可以的 因为它同时支持我们的Python2和Python3 好吧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新史的话呢 我建议你现在去学习的话呢 尽可能的学习Python3 因为Python2的话呢 逐渐已经 这个退出我们这个历史舞台了 然后这里有个更多设置 更多设置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选择我们的模板语言 是吧 模板语言 那么模板语言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择默认的一个 进展图的一个模板引擎 然后这个Tabinet Folder 就是我们的模板的路径 那么我们可以默认使用它的Tabinet 好 点击Create创建 目录不能围空 你想从现有的来源 创建一个项目吗 是的 确定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 在那打开 没有是吧 重新来一个吧 重新来一个 新建一个项目 好 再次选择Flask 再次选择我们这个文奖 然后呢 我们再来创建 好 成立不了 好了 我们不管了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 直接开始 直接用代码去实现吧 因为什么呢 我们的Flask的话呢 也是一个 说白了 创建一个项目 它就是给你生成一个文件而已 就是给你生成一个文件而已 好 好 我们来右键 新建一下 这样子讲解的话呢 能够让我们同学们来更加的了解 它里面的一个结构 就这个项目当中的一个结构 好 首先呢 我们来新建一个Python文件 那么这个Python文件的话呢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比如说叫做Disk 好 同学们 有没有会用Flask 有没有会用Flask 我是不是应该先看一些Python的基础 再来看这个 我觉得今天你既然来看直播了 你就应该听下去 因为这种机会是比较少的 它不像一个视频 在那个地方 你随时的可以去看 你还可以快进 直播这种机会是比较少的 因为你有不懂的地方 你可以直接提出来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地方呢 首先我们要进行一个什么操作呢 进行一个我们的Fone 导包 对吧 前面这三句的话呢 为什么它会出现这三个代码呢 是因为我之前已经有一个模板了 我之前已经生成了一个模板 这三句你本身是没有的 没有也没有关系 有也行 没有也没有关系 既然你说 老师为什么我跟你的不一样 好 那么我就不写了 我就把前面删掉 好吧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有一个什么 Fone Fone是什么呢 是导包 我们导入谁呢 导入这个叫做Flask 这样一个框架 然后呢 Import 谁呢 叫做Flask这个类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整个Flask项目是通过Flask这个类啊 跑起来的 知道吧 是通过它跑起来的 能明白吗 所以最终的话呢 我们都是要用到它来创建我们的一个APP 创建我们的一个整个的项目 好 这个的话呢 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导包 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那么Flask 我刚才说 我们说做一个web的这个网站是很简单的 那么它简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以前我们说做一个网站是不是比较麻烦 你要去搭建一个环境 你要去装一个什么IIS啊 或者装一个Apache啊 或者装一个NGX啊 是不是 你要说这些我们的web server是不是 这种服务 那么通过我们的Python的话呢 我们做测试的时候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 直接使用谁呢 直接使用我们这个Flask这个类 就可以让它跑起来 那么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至少要提供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什么 这个参数是什么 是我们的双向和线NAME 那么这个双向和线的NAME的意义呢 我这里就不详细讲了 主要是用来判断我们当前执行的是否是 是否是这个文件来执行的 还是说是自己在执行 还是在被别人的调用 它主要是用来判断这个 我们照做写就可以了 不理解也没有关系 好 那么当我们写上这个参数以后 实际上我们这个类已经可以用了 它不会报错了 知道吗 只是说呢 它在实力完之后就没有了 而实力完这个类以后啊 其实它里面是有一个方法的 这个方法叫做润 这个类它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叫做润 只要我们执行这个实力的润方法的话 那么这个项目就会跑起来 我们运行一下 运行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没有结束是不是 它没有结束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打开 有可能有的同学呢 还会写上一个 一段红色的英文字 后面还有一个 127.0001 5千 对不对 冒号5千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打开我们的一个浏览器 来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127.0.0.1 然后呢5千 好打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得到一个网站 得到一个网页 这是什么意思啊 有没有同学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 有没有同学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啊 有人知道吗 对了 404.0.4 404.0.4 是什么意思啊 404.0.4 是什么意思啊 网页没有找到 是这意思吗 好 那么我请问一下 我打开这个网站 出现这个页面 那么我这个网站 到底是存在 还是不存在呢 我这个网站 到底是存在 还是不存在呢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 这些同学啊 最高人数410多个 但现在还有380个 你们是怎么想的 我问一下我们 我采访一下啊 我们接下来 马上要走的这些同学 你内心是怎么想的 你为什么要想到要走呢 想到 为什么想到不看了呢 是因为听不懂 还是因为什么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回答啊 啊 同学们 能不能跟我讲一下 讲一下你这个心里面的想法 没人说话吗 不想看了 为什么不想看 可能是已经分寒假了 是吧 好了 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很多的人呢 来学习Python 我都知道 其实你本身 没有打算学Python 只是说什么呢 因为听别人说啊 Python很牛 Python工资很高 Python很容易学 所以我就来学一下 结果一来发现 我靠听不懂 啊 看来我不适合学 对吧 然后就放弃了 同学们 我这么想的啊 如果你是 刚才我说的这种人的话呢 我觉得 你就可以放弃Python了 就是未来再也不要学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觉得 好像一个新兴的东西 很有机会的东西 竞争很小的东西 看起来高到上的一个东西 一个岗位 是我稍微 看一下 稍微 想一下 稍微 练一下 我就能够达到这种程度的话呢 那么你就错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子的工作 没有这样子的机会 任何的机会 你看似很关心的这种人 他都一定是经历过很多的辛苦 和很多的努力得来的 好吧 OK 我就说这句一句 好 接着我继续来讲 那么出现这个页面之后的话呢 说明什么 说明当前这个网页 它不存在 但是网页不存在 不意味着网站也不存在 我举个例子 3W6.105.105.105 这个网站存在吧 我打开了 这个网页也存在吧 我没有输入网页了吗 默认它就是首页 是不是 但是如果我要来输入一个 1.htm 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 很抱歉 您访问的网页不存在 其实这里本身就是已经是一个404了 其实这里本身已经是一个404了 我看看它是404还是200 结果它是个200 很尴尬 是不是 它定义的就是一个200 那么我们可以找另外一个网页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网页它不存在 但是网站这个服务本身是存在的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当前这个网站已经做好了 知道吗 就是通过一刊代码 我们就做好了一个网站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能够解释一下网页和网站的区别 好 我来解释一下 这一个网站 它是有无限多个网页的 比如说 一个一 这是一个网页 一个二 这又是一个网页 一个三 这又是一个网页 直到一万个亿 它也是一个网页 能理解吧 网站是什么呢 有了网站 我们才能够在网站的基础之上 去做很多的网页 明白吧 就是这意思 所以网页和网站的关系 理解了吗 那么现在这个网站 其实我已经做好了 我接下来解决的是什么 我要先做一个网页出来 让大家都能够访问 对吧 我要先做一个网页出来 让人能够访问 是不是 所以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呢 我们是通过 韩代码来实现了这一个功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要给它拆分开来 我要给它拆分开 为什么 flask这个类实力之后的这个对象 其实就是我们 我们的这个网站 它其实就是我们的网站 那么我们要在网站上面去做网页的话呢 我们要单独的去操作这个网站 要单独的给这个网站添加一些东西 所以首先呢 我们先把这个网站给它取一个名字 我先把这个网站给它取一个名字 叫什么呢 叫APP 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去运行这个网站 怎么运行呢 我们首先定一个入口函数 IF 下方线NAM 注意看 这里是不是也有个NAM 这里是不是也有个NAM 很奇怪是吧 很有意思 为什么两个地方都有NAM呢 我刚才讲了 这个NAM是用来干嘛的 是用来判断我们当前执行 是在被外部所调用 还是我们内部自己在执行 是这个作用 好 如果它等等于谁呢 它等等于我们的MAM的话呢 那么就说明 是当前这个文件 自己在调用自己 当自己在调用自己的时候 这个双下方线NAM就等于MAM 如果是在被别人调用的话呢 这个双下方线NAM就等于 当前这个文件名 能理解吧 是这个意思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干什么 如果是自己在调用自己 那么我们就来认一下 谁来认 通过我们的APP来认 这个APP是一个对象吗 双下方线在PASS里面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双下方线它只仅仅是一个符号 那么不管是我们的变量也好 还是说我们所谓的函数也好 类也好 它支持我们的英文和数字和下方线 当然必须是以英文开头 大学学不论 但是以英文开头 这个下华线是唯一支持的一个什么符号 是唯一支持的一个符号 它也是我们的变量名的一部分 理解吧 好 只不过呢 这玩意儿 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东西 它叫什么呢 它是我们的一个类质的变量 一个类质的变量 或者说你把它看成是一个关键字也行 就它是自带的 PASS里面本身就有的 不需要去定义它就有的 理解吧 OK 私有属性 私有属性是在哪里呢 是在我们的类方法里面才是 类属性里面才是 所以这里的话呢是不存在的 好运行一下 运行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打开这个网页 结果也是一样的是吧 好还是没有首页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先去做一个首页出来 先做一个首页 我先做一个首页 那么做首页怎么做呢 通过我们的Flask来进行开发的话呢 有两种方式可以来定义我们的页面 有两种方式可以来定义我们的页面 一种方式是通过比较简单的装饰器 另外一种方式的话呢 是通过一个比较复杂的我们的类 装饰类 那么到底用哪种方式呢 未来你在项目开发的时候 绝大多数情况下面是使用我们的装饰类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先使用我们的这个装饰器 比较简单 简单粗暴 是吧 端口号默容是5000 好那么怎么做呢 很简单 首先我们来一个add符号 这个add符号 后面来加上什么呢 加上我们的这个服务 这个服务的名字叫APP嘛 这个APP是什么 这个APP就是这个 这个APP实际上是用的这个 然后呢 点root 然后点root 这里面呢我们写什么呢 我们至少要写一个参数 这里面有一个real是不是 这个realreal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网页的路径 我们要做的这个网页的路径 刚才我不是给大家看过吗 一个网页它是不是可能有很多个页面 对吧百度点看 它可能有很多个页面 比如说它有一个叫做1的页面 它有一个叫做2的页面 它有一个叫做强子的页面 是不是可能有 OK 那么这呢我就来给大家做一个页面 比如说我做一个什么呢 我就做一个叫做强子的页面 假如说我要做一个叫做强子的页面 我应该怎么样来写呢 强子的页面是怎么写的 是这样子的对不对 我要做一个这样的页面 我要让这个页面能够打开 那么我应该怎么写呢 在装饰器里面啊 它的第一个参数里面 我写上路径 请注意一定是以左斜杠开头 这个左斜杠在我们的web开发当中 它其实表示的是我们网站的首页 在我们的系统当中 另一个系统啊 在我们另一个系统当中 它表示的是我们的整个文件的根目录 对吧 在我们的web当中 网页当中 它表示的是我们的首页 那么我要做一个什么呢 首页下面的一个叫做强子的 这样一个页面 我这么写呢 它就表示什么呢 它就表示我要做这样一个网页 能够理解吗 同学们 能理解的同学给老师打个1 能理解的同学给老师打个1 OK 好 那么我就去做这样一个页面 但是我直接这样写是没用的 因为装饰器 你必须要给它加一个函数 它才是个装饰器 这里呢 我们仅仅写了一半 它不是一个装饰器 我一旦运行的就会报错 对吧 一旦运行就会报错 为什么语法错误嘛 装饰器后面必须要有函数才可以 那么接下来呢 我来给它加上一个函数 定义函数是什么 DF 然后加上一个函数名 比如说叫做index 比如说叫做index 我要定义这样一个函数名 函数里面做什么事情呢 啥都不做 我运行可以运行吗 可以 为什么 它的语法目前已经没有错误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再来运行 打开这个网页了 注意看 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错误啊 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刚才我们打开是一个什么notifind 现在打开这个什么 来我们注意看 刚才打开是一个404 现在打开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500是不是 500错误 在我们的这个错误代码中 表示的是什么 服务器的内部错误 404表示的是 这个网页它不存在 500表示这个服务器有问题 你打开了这个网页的服务器有问题 所以是我们服务器的问题 但是 我如果 仅仅从网页上面来看 我能够看到是哪里的问题吗 我仅仅能 从网页上面来看 我能够知道是哪个地方的问题吗 假如说我是一个开发者 我要去找问题 为什么打不开了 不知道对不对 那么有没有办法能够让我们 不用去看这个 什么 我们不用去看这个 控制台 我们直接打开这个网页 我是个开发者 我打开网页 我就能够看到是什么问题了 能不能做到 答案是能做到 任何的 任何的框架里面 它都有这样一个功能 叫做我们的调试模式 所以我们得把调试模式打开 但是请注意啊 来我先打开吧 打开调试模式 如何打开呢 有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直接更改我们APP的一个属性 更改一个什么属性呢 debug 等于什么呢 等于处 就是把我们的debug给它打开 也可以在任当中呢 直接加上一个debug的参数 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效果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运行之后 请注意 这个时候我再来回车 诶 注意看 这一次它也是同样是一个500内部错误 请注意 但是 但是 它把错误的信息全部都给我在网页上面写出来 你发现没有 它把错误的信息全部在网页上面给它 给我们写出来了 那么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呢 review function did not return our response 什么意思 就是我其实是不懂英文的 我其实是不懂英文的 但是我大概能够看得出来 试图 这是不是试图 翻个字是什么 方法 或者说函数 没有返回一个response 就是 也就是说什么呢 试图函数是什么呢 试图函数就是做我们页面的这个函数 就是来定义我们页面的这个函数 就是它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函数里面没有返回一个response的对象 没有返回一个我们需要给网页的一个值 所以它就报了这样一个错误 能理解吧 同时这个地方我们能够看到错误的 错误的这个代码的具体的位置在哪个地方 就是我们这个函数 好 那么我就来给它加上一个 那么怎么return呢 就是return嘛 直接return就可以了嘛 对吧 好 return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我来转听一个 hello 墙子 保存 注意 我们的flask框架的话呢 一旦我们打开了debug模式的时候 一旦我们打开了debug模式的时候 那么我们一旦更改了当前原文件 并且保存之后 它会自动的给我们重新服务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点击刷新服务 那么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在首页就能看到一个什么 在这个页面就能看到一个什么 hello墙子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东西 大家知道吗 现在理解了吗 为什么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字符 是因为 首先我定义了一个 我在我的服务器里面 定义了一个这个页面 定义了这个页面的同时 任何人来反问我的这个页面的时候 最终返回的值是什么 就是这个return后面的这个值 return后面的这个值是 hello墙子 他就返回hello墙子 是hello world 他就返回hello world 能理解吗 OK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OK了 但是 请注意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刚才我说啊 debug是一个好东西 debug是一个好东西 对吧 它是一个好东西 这个好东西 不能够乱用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往往我们作为一个开发者 我们经常都会用它 但是一旦我们的项目 开发完成 开始不属的时候 这个debug是一定要给它去掉的 一定要给它改成force 一定要给它关闭掉 知道为什么要关闭掉吗 这就是未来我们在实际的项目开发工作当中 你必须得注意的 如果你作为一个开发者 你在产品上线的时候 你把这个debug打开了 那么我估计你的一生就毁了 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这样一个操作 导致你身败灭灭 这里会出现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安全问题 什么安全问题呢 它会暴露你的内部的业务逻辑 就是别人能够看到你写的代码 能理解吧 通过网页能够看到你写的代码 它就知道你的逻辑是怎么写的 它就有可能能够找出一些漏洞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当我们在程序运行的过程当中 如果是一个生产环境 如果是开发环境 访问的人就只有开发人员嘛 测试人员嘛 如果是测试环境 那么访问的人顶多是测试人员嘛 对吧 但是如果是生产环境 提供给用户使用 假如说我一百万个用户 全部都在用这个产品 想象一下 我们的日志 我们的这个 我们任何一个项目都会有日志系统 一旦发生错误之后 那么你这个日志就会保存在 这个服务器当中的一个文件里面 一个用户点开保存一下 一个用户点开保存一下 如果你的用户量 最大的情况下面 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 就是你的服务器就会挂掉 你的服务器就会挂掉了 你解释吧 曾经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认识的人 也算是朋友吧 有一个朋友对吧 他就是什么呢 在产品上线的时候 并没有把debug打开 并没有把debug关闭 结果整个产品 它是一个做游戏的 它是一个游戏服务器 结果整个产品崩溃了三个多小时 就是挂了三个多小时 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为什么挂呢 就只知道硬盘刷刷刷刷 IO一下子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直到扛不住了 死机 就是文件读写越来越高 为什么会越来越高 就是因为它的一个日志没有关闭 一旦出现一个bug 那么完蛋 所有人去请求这个bug的时候 那么它的文件就会不停地写 不停地写 就导致整个硬盘马上就迅速的增加 最后导致它的IO扛不住 花掉 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 Python做游戏 Python做游戏很稀奇吗 Python做游戏不稀奇 你所看到的这个我们的 移动端的游戏 手机端的游戏 那么很多其实都是用Python在开发的 为什么 简单 好 这个我就是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debug还是我们 我们还是给大家打开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 这个网页是做好了 没什么问题了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把它改成首页 我改成首页 改成首页怎么改 是不是把后面这东西给我们去掉就可以了 是不是把后面这网页给我们去掉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们来一个hello world 来个hello world 然后保存 然后呢 再来打开我们这个首页 是不是可以打开了 不能打开 为什么呢 debug刚才已经关了 重启一下 好运行 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打开首页了 好 首页可以打开了 没问题 那么接下来说什么呢 我们说今天我们要做的一个项目是什么 做的一个项目是一个网盘 是吧 是不是我们今天做的一个项目是一个网盘 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我起码得做出来一个 可以让我上传文件的东西吧 我起码得可以上传文件才可以吧 我连文件我都不能上传 那你这个网盘是用了干嘛的呢 是吧 所以我们得要有一个上传文件的地方 那么在我们web开发当中啊 一旦涉及到跟用户进行交互 我们一般会怎么做 一旦涉及到跟用户进行交互 我们一般会怎么做 我是不是在网页上面有一个按钮之类的东西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啊 当然这个网盘的话呢 也是我来开发的啊 也是完全基于Pathom的开发啊 不过它使用的是一个将格后台 我们是不是得有一个能够上传的按钮啊 你得要有一个能够上传的这种文件选择块吧 我上传一个文件 它给我啪给我上传到后台去 是不是 我至少得要有这么一个东西吧 点击就可以上传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涉及到我们要用什么 我们得要用到前端 是不是得要用到前端 好 首先的话 我们来在当前这个文件下面 新建一个目录 新建一个目录 这个目录叫什么呢 叫做TempNet T-E-M-P-L-A-T-E-S 我发出来了 这个目录名叫做TempNet 可不可以用其他的目录名 同学们 如果我要用到我们的模板文件 我可不可以用其他的目录名 能不能同学们 有同学能够回答我吗 我能不能够用其他的这种目录名 我不用这个TempNet 我用其他的 可以吗 有没有同学能告诉我 能回答一下 回答错了都没关系 其实主要是你要动脑就去想 如果你想都不想的话 我觉得你就很可怕了 很可悲了 知道吧 同学们都不说话吗 好 现在在听课的同学 给老师打个E 是不是我的这个客户 端出问题了 再听课的同学 给老师打个E 如果客户端出问题 我们重新启动一下 应该是出问题了 我现在 我关的要重新打开吧 好了 各位老铁 我又来了 我又来了 OK 我已经看到大家打的字了 就刚才 这话呢 这个客户端出了一点问题 好 现在我们继续 刚来就下课了 没有下课 才刚刚开始 怎么可能下课 你开什么玩笑 录屏没有关 录屏没有关 好 那么今天晚上来到课堂的同学的话呢 撞翻了 真的撞翻了 各个方面的技术你都能学到 各个方面的技术都能学到 好 那么这个文件名到底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文件名呢 实际上是可以的 那么如果我要用其他的文件名 我在哪个地方设置呢 默认是用我们的tampnet 但是如果我们非要用其他的也是可以的 在哪里是 在我们的flask这个地方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我们的folder 有一个我们的什么folder 一个叫做tampnet folder 一个叫做我们的static folder 有两个参数 这两个参数 一个是设置我们用来存放某版文件的 文件名 一个是用来存放我们的静态文件的文件名 理解吧 好这是 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个基本概念 但是一般的话呢 我们都不会动它 static 静态资源的路径的话呢 有可能会动 但是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模板文件名一般不会动它 因为这个东西只有开发者能看到 用户是看不到的 用户也是用不了的 好打开一个网页之后 首先这里我们来一个什么呢 上传文件 上传文件 给它起个标题 叫上传文件 既然用到上传文件 我是不是要给它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我们的form表单啊 form表单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强子老师本人啊 是的啊 form表单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学过潜账的同学都知道 form表单是不是表格 它是用来给我们跟我们的后台进行数据交互的这么一个框架 啊这么一个表单 就是未来我们提交的数据它都会定义到这个表单里面 理解吧除非你是用到EB的接加载 用了GS的这个我们的 ajax 否则的话呢都是这样做的 那么 ex单中的话呢提交的是路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哎我要提交到哪个路径呢 我要提交到一个 upload的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我就专门用来上传 这个路径我就专门用来上传 然后呢里面还用到什么呢 还用到method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所定义的是我们当前这个表单用的是什么请求方式 一般常用的请求方式是两个 一个是get一个是post 对吧 那么往往上传文件的话呢 用的就是post 因为get的话呢 它的这个上传文件 这个字节是比较小的 post的话会更大一些 好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什么 上传文件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还有没有参数 还有一个参数 份表单当中上传文件 我们除了改它的post 请求方式以外 还有一个什么 看来很多同学都不知道是吧 还有一个叫做我们的N-type N-type是什么呢 N-type是我们的类型 你要请求的这个数据的类型是什么 因为我是要上传文件 所以你必须要选择什么 form data 上传数据 如果你选择下面这个地方 对不起 你的文件上传不上去 你顶多上传上去一个文件名 理解吧 所以这个很重要 N-type我们选择谁呢 选择我们这个hon data 好 那么这个选择好之后的话 我们进来看 我们要做一个什么 我想一下我们的文件上传 那么首先我们要用input 来做一个我们的文件 文件 文件什么 文件的这个选择器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做type 这个是类型 file就是文件选择器的一个类型 当然这是一个最简单的 没有任何样式的 那么后面我们还给大家 一个lame 这个lame是用了干嘛的呢 这个lame是用来 上传文件之后 我们通过名字来识别 我们上传的这个东西 理解吧 如果你不写lame的话呢 它是没有办法 它是没有办法在后台取出来的 能上传到后台 但是后台不认识它 理解吗 它是没有名字的 所以要给它起个名字 比如说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就叫做file 好 然后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后面我们还有一个上传的按钮吧 上传的按钮怎么写呢 我们用个submit吧 一个最基本的 submit的 然后呢给它来一个video 写一个字在上面写什么呢 写上传 上传 好 保存一下 保存之后 我们来打开 打开谁啊 我就来直接打开这个 agitomo文件 打开之后 我左上角这个位置 我们是不是看到东西了 打开之后 左上角这个位置 我们是不是看到东西了 这你看有一个文件选择器了吧 我这个时候 我可以选择文件了吧 我选择一个什么呢 选择一个 假如说我们选择一个demo 好 然后点击上传 可不可以 可以 这个时候有这个样式了 但是这个样式是本地文件 请注意 它是一个本地文件 我要怎么改呢 我要给它改成 你打开这个页面的时候 你打开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就给你出现这个样式 怎么办 这个样式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是由一长串 HTML文件 代码 显示出来的 通过我们的流浪器 进行加载就显示出来了 进行渲染 那么我怎么样 让这一段数据 返回到我们的浏览器上面去呢 有同学思考 这个问题吗 我怎么让这一段数据 返回到我们的浏览器上面去呢 很简单 在retain的时候 后面 我是不是把这个字符 我写上去就可以了 我是不是把这个 这个代码 给它写上去就可以了 好 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保存之后重启 重启之后 来我再来刷新一下 这个页面 你看 是不是就可以了 可以了吧 他看到的数据 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文件里面 看到的数据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 这样做可以吗 可以 但是 请注意 假如说我的一个项目 我有500个页面 我有500个静态文件 我有500个这样的文件 有一天 你的产品经理说 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改一下 这个页面的样式我们需要改一下 那个页面的样式需要改一下 想象一下怎么去改 想象一下怎么去改 是不是没法改了 你要找半天 你找一万年 你都找不到 是吧 所以我们肯定不能够用 这么low的这种写法 是不是 那么在我们Panthon当中的话 在我们Flask当中的话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GV我们金甲2的一个 什么呢 模板引擎 那么这个模板引擎 怎么去使用它呢 通过我们的form 导入我们Flask当中的一个什么呢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写在这个 Flask的后面 叫做Rundle 跟Tenet 这样一个工具 这个东西是用来干嘛的呢 专门用来 宣扰我们的这个 模板文件 理解吧 Windows系统是不是不一样呀 我代码一样 还是Smith 我也是用的Windows 那你可能是有一点问题 看看是不是这个地方你没有启动 或者没有刷新 这个地方刷新一下好吧 点一下这个绿色的这东西 OK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继续来看 这里我返回什么呢 我还是要返回嘛 我还是要返回一个东西嘛 但是这一次我们不需要去返回这个字幕串了 我们返回什么呢 我们直接去返回Rundle跟Tenet 这个方法里面 至少给它传递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就是这个模板文件的文件名 这个模板文件叫什么 叫index.html index.html 我给它写进去就可以了 那么保存 保存之后 再来刷新这个网页 是不是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我刷新这个网页 是不是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对不对 没问题吧 那么所以说 我们这个Rundle跟Tenet 它是不是起得了它的效果 对吧 是不是很简单 如果说下一次产品经理说 你要把这个页面给我改一下 没关系 我知道改谁 改哪个页面 改首页是吧 好首页我就到哪里来找 到我们的Tenet当中来找 这个叫做index.html的页面 因为我知道这个页面是首页嘛 我就要改就可以了 直接改就行 对吧 改了之后 它前端是不是跟着也变了 OK 今天没有翻车小王子 拜老师的课吗 没有啊 今天是强子老师的课 好吧 今天是翻车大王子 强子老师的课 OK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继续 当我们理解它以后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进入到哪个地方了 进入到上传的这样一个位置了 进入到上传这个地方了 那么重点来了啊 同学们 好 接下来我们需要上传 上传文件 来我选择一个 选择一个文件 选择一个什么文件呢 比如说这文件吧 这个文件多大 这个文件5.26兆有点大啊 我来选择一个 我新建一个吧 新建一个文件 新建一个叫什么呢 叫做新建文奖 新建文档 然后再来给它压缩一下 压缩之后给它叫一个1.2a啊 好吧 这个文件好记吧 当然这个文件里面没有内容 有内容有内容 还是给它改一下吧 给它放点东西进去吧 我们还是 那个文件在哪里 那个文件在这个地方 我们拿过来 给它放点东西进去啊 好 现在是不是放进去了 放进去了 OK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啊 点击选择1.2a啊 是吧 好 然后点击上传 上传完了之后 哎 又来一个LotFound 哎 同学们 还记得我们刚开始上课的时候 讲的这个LotFound是什么意思吗 啊 这个LotFound是什么意思 还还记得吗 来 再来请求一下 啥意思啊 404是吧 哎 404 怎么去解决啊 就是没 404是没有找到页面吗 没有找到这个 叫做Upload这个页面 那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叫做Upload的这个页面出来呢 怎么做 是不是按照同样的方式给它通过我们的装饰器给它定义一个叫做Upload的页面啊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来给它写上我们的函数 叫什么呢 Upload 当然这个函数名的话呢 在这里是不重要的 未来我们在开发的功能当中 这个Lot是很重要的 这个函数名它可以直接用来进行我们的UIL反转啊 当然现在你不知道没关系啊 未来我们在做实际开发的时候你肯定会知道 那么这个Upload当中我们做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累听一个 累听一个啥 累听一个 111 随便累听一个什么东西 保存 保存之后 来我们重新来上传啊 重新来上传 上传 哎 点了上传之后 还是有问题啊 我们这个科同学都已经把这个成功两个字打出来了 是吧 我也希望它成功 对吧 但是为什么还是不对呢 哎 这个错误是什么呢 405 啥意思啊 405和404 就差一个 对吧 就差1 405和404 就差1 这个错误代码有点相近 差不多 那么这是什么情况呢 首先我们来理解一下这个意思啊 这个什么 Method Not Owed 啥意思啊 Method是什么 是反法吧 反式吧 Not 是什么 是不吧 Owed 是什么 允许吧 什么意思呢 Method Not Owed 就是 反法 反式 不允许 是不是 哎 为什么不允许呢 好 我忘了告诉大家 在我们的定义我们的一个页面的时候 在增加我们的这个装饰器定义我们的页面的时候 它其实有一个默认的请求方式 它只能只有一个默认的请求方式 是什么呢 是get 就是说如果你定义了一个函数之后 定义了一个页面之后 你用get的请求方式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用到get以外的其他请求方式 对不起它是不被允许的 如果我们要给它加上这种请求方式怎么办 知道吗 给它加上一个参数 叫做什么参数呢 叫做message的这样一个参数 等于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里面就包含有所有我们允许的请求方式 get和post 当然你要给它加上一个 它是一个自不创 好保存 保存之后它重启 重启之后 来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这个时候大家看是不是有一个11了 11没错 来同学们 注意看啊 这个文件的话呢 已经上传好了 这个文件已经上传好了 没问题 但是问题来了 我做一个网盘 别人来上传一个文件 结果上传上来就被我吃掉了 这个文件上传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从哪里下载 反正我就只知道我上传了 可以吗 肯定不行 你是不是别人上传了之后 你是不是得给别人保存起来啊 你要给他保存到你的服务器上面啊 而且你不仅要保存 你还要告诉他一个下载地址 是不是 是吧 你还要告诉他一个下载地址 以后你就用这个地址下载就可以了 是这样子吧 好 那么这个怎么去做呢 这个涉及到我们服务器后端 来获取用户请求的数据 会三观的应用 这个英语发音 大家就不要太过于这个较劲了 因为我的英语是0 我一点英语都不懂 所以这个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 学历有限好不好 这个文化有限 OK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继续看 上传进度怎么弄啊 这个的话你要学一下GS 这个跟后端是没有关系的 跟前端才有关系 好吧 OK 好那么这里我们来接收上传的用户的数据的时候呢 又要用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也是我们flask当中的 flask当中的叫什么呢 request 叫做request这个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怎么用呢 请注意 首先 首先 request是用来干嘛的 你用在哪一个函数里面 那么也就意味着相应的这个请求 用户发起的这个请求 所有的数据都会保存在request里面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用这个request 请注意这是request不是request词啊 它跟我们爬从里面用到的request词 这个模块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 好吧 这个东西是用来干嘛的呢 用来存储我们用户请求的所有的数据 包括用户的IP地址啊 包括用户的这个所用的浏览器啊 包括用户上传的文件啊 提交的参数啊 它的值啊等等都在这里面 理解吧 话说能不能限制文件类型被上传 一句话就好玩了 当然可以限制文件类型啊 那么接下来我来告诉你怎么能限制了 马上就讲到了好吧 客户会发视频吧 会会会 但是的话你要提前 你要提前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助理老师啊 你不加助理老师我就没办法给你了 所以想要拿客户视频的同学的话呢 都来加一下我们这个若然老师 好吧 OK 好这个request具体怎么去取它呢 这里我们是要取一个什么东西啊 同学们还记得吗 这个地方我们是要取什么 我们在前台上传的是一个什么文件 上传是不是一个文件类型 我不是 我不是请求的一个账号和密码吧 我是请求的一个文件 所以后台我们去接收的应该也是一个文件 那么如果我们在后台接收的是一个文件的话呢 它有一个专门的文件的一个方法去进行一个获取 一般来讲如果我们是通过一个get请求来上传的 那么就用什么呢 args 这里面就包含有所有这个用户get请求的参数和参数的值 如果是用的post请求 而且是表单的方式的话呢 就是你账号密码登录的时候 那么一般是什么呢 是form 里面包含有所有的用户的请求的数据 如果你上传的是一个文件呢 我们就直接用request.files 那么这里面就包含有用户所有请求的文件 理解吧 所以最初这个文件它就在里面 只不过呢 我们直接这样去取出了之后 也可以看一下了 我们来print答应一下吧 我们先来一个files吧 files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files 然后呢print一个什么呢 files我们来看一下啊 给大家看一下 保存 保存之后来我们继续来上传 上传完成之后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 是不是有一个对象 有一个什么对象 类字点的这种对象 是不是 这里面包含是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元素啊 你看啊 有个元祖嘛 这个元祖里面有几个元素 有两个元素 一个是file file是怎么来的呢 我告诉你file是怎么来的 不是pass里面自带的 而是哪来的 而是我们的前端 有一个什么 叫做file的这样一个文件 所以它是根据这个文件名来的 这个文件名叫什么 那么我们后台收到的 这个file就是什么 它所对应的还有一个什么呢 一个文件对象 这个文件对象里面包含我们的文件名 以及什么呢 以及这个文件的内容 那么具体怎么去看它呢 这么怎么去拿它呢 后面再加一个 点get 点get 这个get里面写什么呢 写上你要取的那个文件的名字 好 好 同学们 那么请问一下这个地方我应该写什么 我才能够拿到从这个页面上传到我们后台的数据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重点 想一想 很重要 这个地方我要写什么 才能拿到 有的同学说写一点啊啊啊不对 对吧 我们这位柯和这位什么呢 棒下威良同学和我们这个TF同学对吧 都非常非常的棒 给你输个大拇指啊 对 写file 为什么写file 因为你前台上传的时候 你给这个文件起了一个名字叫做file 所以它可以找那个叫做file的那个文件 叫做file的文件 它就会保存 就会给我们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 就会放在哪里 放在我们的files里面 然后我们再来保存一下 再来保存之后 来我们再来运行 再来上传 上传之后 大家看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拿出来了 这个文件对象我们是不是就拿出来了 那么这个file呢 就类似于谁呢 类似于我们的一个文件对象 我们通过点read 就可以把它读出来 知道吧 OK 好了 那么这里的话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里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一个判断 可以简单的做一个判断 判断什么呢 判断file 如果没有这个file 说明什么 说明你压根就没有上传文件嘛 那么我就可以给你retin一个什么 retin一个 请先上传 请先选择文件 再上传 就可以吧 这个没什么问题啊 好 保存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啊 假如说这个时候我不选文件啊 我不选文件 取消 我不选文件 点击上传 他是不是告诉我 先选择文件再上传 为什么因为这个file 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是吧 好 如果用户上传了文件呢 我是不是得把那个文件取出来 那么我把它 我怎么把它取出来呢 首先我把它的文件名给它取出来 file name 等于什么 等于我们file s 对吧 files点什么 files点 file name 这个files啊 它有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的话呢 叫做file name 就是把用户上传的这个文件 真实的那个文件名取出来 能理解吧 把用户上传的那个文件里面 真实的 用户上传的那个文件名 给我们取出来 这个文件名是什么呢 它不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这个file了 而是什么 而是这个file name里面的值 来我再来试一下啊 选择一个文件 1.ir点击上传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除了这个参数 叫做file以外 是不是还有一个file name 叫做1.ir 所以我们这里取出来的是什么 取出来的这个file name 就是1.ir 预解吧 那么我们拿出来之后 就可以了吗 不行 你还得给它存起来是吧 那么怎么存呢 很简单 files这个对象 有一个叫做save 这个方法 那么save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直接存文件 比如说我存到哪里 我存到一个叫做static 这样一个目录上面 所以呢我们要来新建一个什么 在这里面我们要来新建一个目录 叫做什么 叫做static static 请注意啊 这个文件名一定要是static 如果你非要改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必须在flask里面 把那个什么static folder 给它改成你的新的这个文件名 是吧 好 然后保存在里面 保存为什么呢 我要给它点format一下 保存什么 保存为这个file name 这个file name是什么 是用过上传的时候 它们这个文件的名字 用过上传的时候是什么名字 我就给它保存为什么名字 保存完之后 那么我再retend一个什么 上传成功 可以吗 保存 保存以后来我们再来试一下 点击上传 这个时候出了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是什么呢 一看就知道 是什么 我们这个文件夹不存在 是不是 因为这个左斜杆多写了 保存 保存以后我们再来试 再来刷新 那么这个时候 它是不是显示上传成功 显示上传成功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里面 文件夹里面有没有多一个文件了 结果真的多了一个IR出来 看到没 真的多了一个IR出来 我们来看 是不是 这个压缩的文件 我是不是已经给它上传上来了 看到没 对呀 就这样就上传了 很简单 我就上传到我指定的目录了吧 我不仅把它上传到我指定的目录 我还要干嘛 我还要给它返回一个 可以下载的一个模板 比如说我现在再来 在TableNet当中来新建一个什么呢 算了吧 我直接返回一个下载地址吧 返回一个下载地址 这个下载地址应该是什么呢 http http 然后呢 127.0.0.1 然后呢 500 5000 然后呢 叫做static的这个文件 static的这个文件里面 谁 这个文件名的这个文件 叫做firm name这个文件 好保存 保存 保存之后 注意我再一次来上传 好 这一次上传成功之后 它就不仅是上传成功了 它还做了一个什么事 把下载地址给我拿回来了吧 copy一下 打开 回车 看到没 这个地方是不是出来了 是不是出来了 也就是说 我通过这个地址 我是不是可以下载下来了 对吧 666是吧 好了 觉得 OK的东西 觉得懂了的同学 理解了的同学 给老师打个1 好吧 觉得理解了的同学 给老师打个1 那么这个呢 是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的 当然 我们未来直接 我们未来啊 这种下载文件啊 那肯定不能做到这么简单 是吧 比如说我这里也上传一个文件 我也来上传这个1.ir 那么它会自动的给我生成一个什么呢 给我生成一个下载地址 这个下载地址 我打开它以后 请注意看 你啥都看不到 是不是 你只能看到 哦 file name叫1.ir 这个file size 0kb 这个下载次数 0 上传的时间 2月5号 21.48 还有一个下载地址 是吧 当然 我自己上传的 我是可以把它下载下来的 我是可以直接删除的 你是它删除不了 我是可以删除的 然后呢 也可以直接下载这个文件 对吧 没什么问题 下载之后 我再来刷新 它是不是变成了一次 下载次数 是不是变成了一次 好 这些功能的话呢 当然我们是要做的 而且呢 我们可以来看 这个下载地址啊 我们来看 它是这个样子的 是不是 注意看啊 它是这个样子的 来 我发出来 你们看看能下载吗 我直接点击它 能下载吗 是不是下载不了 但是呢 我在这个位置点 就能下载 请注意看 其实它的地址是一样的 其实它的地址是一样的 但是 我拿出来点就点不了 我在 我的页面上面点 它就能下载 这是什么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 反悼念 反悼念 就是别人如果用你的这个下载地址是没有办法直接下载的 它必须要打开你的这个网页才能够下载 能理解吧 OK 好了 这些的话是我们未来需要去学习的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们除了学习 我们刚才实现的这个外部单的一个方式以外 我们还要学一个东西 学个什么呢 我们要做一个客户端 客户端是吧 扣T还是TK TK 扣T的话呢 我给你装环境都要装半天 对吧 没一个学生装了环境 结果听我在那里吹牛逼吹了半天 听不下去了 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所以我们就来大家都可以玩的嘛 OK 先花背进了 谁进的 拉出去枪毙了 拉出去枪毙了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继续啊 在当前这个disk当中的话 我们来继续来新建一个pass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叫什么呢 这个文件就叫做我们的客户端 cleaned 我们来还是要给他叫做dsk 干什么干GUI吧 回车 好 那么这个时候又有同学问 老师 你这请问这些东西是什么 干掉不要 然后呢我们来 form还是来form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 用来做软件的这网页叫什么呢 这个tkinter 这个tkinter 那么tkinter是什么呢 它是我们Python的标准库 是一个Python的标准库 它开发的软件 所有的学习Python的人都用过 用这个东西开发的软件 所有的同学你都用过 知道吗 猜一猜是什么 用它开发的软件 用tkinter开发的软件 所有的同学都用过 猜一下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吧 我给大家看一下 打开 其实不用打开了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Python 就是Python的IDLE 就是Python的IDLE 知道吧 知道了吧 就是那个很丑的 用起来很难用的那个IDLE 所以为什么要用它呢 因为它很简单 非常非常的简单 有没有做过C C加开发的同学 可以跟老师交流一下 如果用C 我们用存代码的方式 来做一个窗口 大概需要多少行代码 用C 做一个窗口 大概需要多少行代码 我就创建一个窗口 需要多少行代码 200行 对吧 应该不需要200行 可能100行左右吧 100多行吧 那么 用Python呢 来注意看 注意看啊 首先 Firm谁呢 我先导入这个TK 这个包 然后呢 Import里面的谁呢 里面的叫做TK的这网页 这个类 好 然后呢 注意看 我要做窗口咯 我要做窗口咯 TK 点 My love 运行 看到吗 看到没有 一行代码 一行代码 我们创建一个窗口 这就是Python 所以Python 不管是在哪一个领域 它都很流鼻 做扒通用Python 一行代码 我们爬一个网页 对吧 这就是Python 好 虽然说现在有窗口了 刚才这个腾讯课堂 又掉链子了 稍等一下 好 重新来分享一下 这腾讯课堂又挂了 我觉得下次干输到我们自己的频道上面算了 算了 只是呢 到我们自己的频道上面算啊 大家又要重新注册账号密码 是吧 啥情况 啥情况 看得到吧 同学们 好 我先分享一下屏幕 刚才这个腾讯课堂又掉链子了 但是没影响 没什么影响啊 再来我们继续 OK 客户端也好考是吧 这个腾讯课堂是不是越做越回去了 下次干脆我们到自己的频道上面算了 只不过呢 大家要注册账号 好 虽然说现在我们已经创建好了一个窗口 我们已经创建好了 老师写一个 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自己的课堂给大家看一下吧 给大家观摩一下 好吧 就长这个样子 是吧 也可以直接在上面上课 当然我这边的话呢 是没有 这个账号是没有权限啊 这个账号是没有权限 退出去吧还是 好 虽然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窗口了 但是目前这个窗口上面 老师你刚才创建 创建Jungo的操作怎么弄的 你看请 同学我没有创建Jungo 我是创建的Flask 好吧 也是外星写的GY 不是 那个是C加写的 是C加写的 好 一般要把界面做得漂亮一点 都不会用Python来写 都是用C来写啊 并且的话呢 会用到智慧 用到这个QT 那么Python里面的话呢 实际上也有一个 用的比较多的一个 GUI框架 叫做PQT 就是QT专门给Python 开发的一个库 好 那么现在有了一个窗口 但是的话呢 这个窗口上面 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用这个窗口 来做几个东西 做啥东西 做什么东西 我至少要有一个上传和下载的这么一个功能吧 是不是啊 上传和下载 首先我来做一下吧 我们还是要来给它分开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TK是来窗进窗口的 而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加载到这个窗口上面 所以这里我们也要来给它分开 下面这个地方 上面这个TK 我们给它取个名字 比如说叫root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root点 Metalove 这样去实现的话呢 效果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我窗进的窗口 它都会在左边这个屏幕上面显示出来 后面我们慢慢一步一步来改 好吧 QT是开发GUI的吗 是的 OK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先来改什么呢 它那个标题我们先给它改掉 那个标题我们先给它改掉 怎么改呢 很简单 root点谁 点title 直接把标题给它写进去 我们写个什么呢 往旁客户端 往旁客户端 可以吧 好再来运行 运行之后 来我们再拉过来 拉过来之后大家看 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了 你看 上面是不是有了 对吧 是不是有这个 我们客户端是不是已经改了 OK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文件啊 我们这个文件啊 这个这个界面啊 它总是显示在左边 这个屏幕上面 我希望它打开之后 就在这个位置 你别给我跑 打开你去这个位置 怎么办呢 也很简单 我们直接设置窗口的大线就可以了 root点什么呢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里面的话呢 它可以接受两个参数 这个方法它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是干嘛呢 是设置窗口的大小 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 是定义窗口的位置 它有两个作用 那么我们首先来设置一下窗口的大小 比如说我设置成多大呢 我来设置成 比如说我们设置成300 300 乘以多少 140 一般啊 一般我们设置一个窗口的大小 而这个大小 往往都是以像素为单位 对吧 而以像素为单位 它就是个数字 我们所以一般都会用于这个什么 整数型的一个参数 但是呢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里面 请注意 它不是整数型的参数 它只能够接受一个参数 它只有一个参数 它只有一个参数 而且这个参数的话呢 还是一个纵窗 这个纵窗里面 我们既要告诉它宽 也要告诉它高 也要告诉它位置 那么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先写宽度 比如说我做一个300 乘以多少呢 140的 乘以140的一个窗口 来运行一下 嘿 打开之后 大家看 这个时候你看 它是不是变成这么宽了 它是不是变成这么大了 它不但是刚才很小的那个了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窗口大小 我是不是改变了 请注意 中间的这个 这个X 它是一个小写的X 它不是一个乘号 它是一个小写的X 如果你写错了 它就报错 因为它是通过底层 是通过这个X 来进行一个分割的 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 好 那么窗口的位置 怎么去限定呢 用加号 有两个加 第一个加是什么 是窗口的横坐标的位置 第一个加号后面 比如说我们给个多少 我们给个 给个1200 高度我们给个什么呢 给个300 我们来试一下 再来运行 运行之后 我这个窗口还没有过来 是不是 我这个窗口还没有过来 还在左边 那么我再设置大一些 1080乘以1920 1920 我们给个2200吧 好 再来运行一下 好 这个时候窗口 是不是到这个位置来了 这个时候窗口 是不是到这个位置来了 当然你还可以 根据自己来调整 我这里就不调整了 高度300 是到这个地方 是吧 高度300 是到这个地方 好 那么窗口呢 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做好了 做好了窗口之后 我们想一下 如果你要做一个网盘 那么你 哪怕是你做一个 最基本的网盘吧 你需要一些什么东西啊 它有上传和下载的功能 是不是 它有上传和下载的功能 对不对 对了 你得要有一个按钮吧 你得要有一个文本框吧 为什么 按钮我点击才能够上传吗 我点击才能够下载 而文本框是什么 你要把 什么 UIL输入进去嘛 对不对 你把UIL输入进去之后 它才能干嘛 它才能够给你下载 是不是 它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在上传下载登录 登录注册的话 我们这个 是没有写这个功能的 好吧 是没写这个功能的 我们这个就是做一个 及时分享 我上传一个文件上 比如说什么呢 就这个地方吧 就这个网站吧 我上传一个文件上去 我上传一个文件 那么你就能够找到它 我上除掉 重新上传一个 上除掉 这里一个bug 来我们上传一个文件 1.22这个文件 上传之后 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UIL 发给你 你也可以下载这个文件 是不是 我们要实现这个功能 所以这个网站上面呢 首先我们要做一个输入框 用户可以输入一个UIL 然后下载 是不是 好了 这边的话呢 刚才我没有看到啊 我们来恭喜一下 这位叫做 呃 郑文凯的同学 通过我们的天猫起研店 支付学费 8888元 Bompython的web全套 web性学习班 并且加入我们本期的新班 今天晚上的话呢 我们的新班就已经开班了 恭喜这位郑文凯同学啊 加入我们的第20 第27的新班 恭喜你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啊 好有钱是吧 有钱多了去了啊 好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去做呢 首先我们来看 这个空间应该怎么去实现它 请注意啊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地方写在前面 要把这个地方写在后面 它是有作用的 这东西呢 我们一般把它看成是什么呢 看成是创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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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并不是创建窗口 那么后面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这里是干嘛呢 是显示窗口 显示 显示窗口 好把它看成是显示窗口 所以我要操作一个窗口 我必须得在它创建完之后 在显示之前 我才能够去操作它 是不是 那么我要如果要在里面写上一些什么呢 要给它定义一些空间 那么怎么办呢 也是要在创建完创建之后 我去定义空间 怎么定义 比如说我首先定义一个ent entray 等于什么呢 等于entray entray是什么呢 entray是什么呢 那么这个tk后面的话呢 还要加一个entray 为了防止麻烦的话呢 我直接写个新号吧 entray 这个entray啊 实际上它是一个文本框 不过它是单行的 单行文本框 它只能够写一行 它只能够写一行 那么它是一个方法 注意它是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里面呢 其实就是创建我们的这个输入框 创建完之后 同学们 它能够显示出来吗 我创建完一个输入框 它能够显示出来吗 它不能够显示出来 为什么不能够显示出来 因为我们没有告诉它 你在哪个地方显示 是不是 所以我得要告诉它 你在哪个地方显示 在哪个地方显示 这东西的话呢 怎么去用ent.get 当然还有一个方法 叫做pack 两种方法都可以用 不过它们有不同的特性 那么这个步骤我们称之为 布局 布局说白了 就是窗口显示的位置 就是设定 窗口显示的位置 具体的设定方法的话呢 这个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资料 好 那么当我们写完这个get以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运行之后 你看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到什么呢 能够看到这个输入框了 对吧 这个输入框我们是不是能看到的 能看到输入框 只不过这个输入框 我觉得它有点小 我觉得它有点小 怎么办呢 小没关系 小的话呢 我就给它加长一点 那么怎么加呢 在intry后面 我们给它加上一个参数 首先第一个参数是root 这个参数是必加的 不加可以吗 可以 但是这是我们的开发习惯 如果你不加的话 在单窗口的这个前提下面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一旦在多窗口的下面进行操作的话呢 如果你不加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因为它也不知道 你创建的这个对象 你创建的这个空间 应该放在哪个窗口 如果我给它定义了一个副窗口 那么它就知道 哦原来你是要放在root这个窗口上面 能理解个意思吗 同学们 能理解同学给老师打个1好吧 好 那么这个root写了之后 我们来写什么 定义它的宽度 宽度就比较简单 等于什么呢 等于40 比如说我们给它定义一个40长的 这样一个窗口 这样一个输入框 对吧 40是不是太长了 我们这个框度减少一点嘛 减少一个280 再来运行 好差不多啊 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好这是我们的输入框 输入框定义完了之后 我们来定义什么呢 定一个按钮 按钮叫做button 按钮我们得用两个 一个用来上传 一个用来下载 所以用upload 用来上传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的button button里面的话呢 首先我们还是要给它一个root 这个参数对不对 好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干嘛 再来btn upload 点什么呢 点get进行布局 刚才我讲过 刚才我讲过 布局有两种方式 一种叫做get 一种叫做pack 是吧 那么同学我想问一下 我这么写可以吗 我这么写可不可以 运行一下 报错了 为什么报错呢 不是因为这个pack 必须要有参数 而是因为什么 在我们TD Intel当中的GUI开发当中 那么布局 你只能够使用一种方法 你用pack 用get都行 但是整个项目里面 你只能够使用一种 至少一个窗口里面 你只能够使用一种 那里边 要不然的话呢 它是没有办法去识别的 因为两种布局方式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请注意 就用get 好再来运行 运行之后 得到了一个窗口 得到了一个按钮 不过这个按钮很小 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么我们先在这个按钮里面 写几个字 怎么写呢 在button的第二个参数里面 写上什么 写上我们的一个text text相当于就是这个 按钮上面显示的文字 比如说 我写上一个上传 我写上一个上传 你可以给它空一下 然后再来保存 再来运行 好这个时候 你看这个上传按钮 是不是有了 get的布局方式的话 默认它是局中的 OK这是第一个 那么我们照葫芦画表 copy一下 再来一个什么 下载 是吧 再来一个下载 照葫芦画表 不过这个名字 你要改一下 是不是 这个名字改成什么呢 BTN的upload 下载感觉是什么 down是吧 这种 down OK 好那么这个时候 再来运行 大家去看 是不是有两个按钮了 是不是有两个按钮了 有的人说老师 这两个不会重叠吗 OK 这个的话呢 就跟我们的布局方式有关了 get的这种 网格式的布局方式 它会 它会 怎么做呢 它会 这个 在我们前面的这个 空间 后面 继续来创建 前面这个空间 后面继续来创建 但是 它的后面 其实就是下面 如果你不定的话 其实就是下面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空间 占了一行的距离 占了一行的位置 具体的参数的话 大家要去找一下资料 到晚上去找一下 就清楚了 好 那么现在的话呢 按理我们做出来了 这是一个什么呢 为什么我要先把 界面做出来 为什么我要先把 界面做出来 我告诉大家一下 在我们做 GUI 程序开发的时候 那么一定是 说做什么 一定是先做 界面 再实现功能 再实现功能 这样更好一些 当然 未来 如果你是多人开发的话呢 也可以每人开发一部分 最后呢 通过接口的方式 去进行调用 也是OK的 好 那么这个上传下的 写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事了 做什么事 首先我要上传 我要上传文件 我点这个上传 我要上传 我首先点一下 这个上传 你是不是应该做个事情 你要让我选择文件吧 就像我们的网页上面一样 我点了上传之后 你是不是得 你是不是得 让我选择文件啊 所以我们也得要有个什么 文件选择宽 那么这个时候 就有点奇怪了 就有点问题了啊 就是 我要显示的 这个文件选择宽啊 它是应该出现在哪里 出现在 我点击上传以后 你不可能说 这个窗口创建好之后 你就让我上传文件吧 这个肯定不行 对吧 那么这里呢 就涉及到一个概念 叫做什么呢 叫做事件 这就涉及到一个概念 叫做事件 做过我们窗口程序开发 或者说做个GS开发的同学 就知道事件是什么 就是用户在做了某一个操作之后 所触发的一个回调函数 是吧 那么这里呢 我们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在button上面 这里加上一个参数 叫做什么参数呢 叫做command C-O-M-M-M-D 给它关联一个什么 回调 叫做upload的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本身没有 怎么办 那么我们可以事先给它写上啊 当然我这种编码 是写的非常low的 学习可以 所以未来肯定做开发的时候 你不能这么写 未来你做开发的时候 这么写的话 你会被开除的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我们定一个叫做upload 这样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里面 做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我打印一个1 保存 保存之后来 我再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运行之后我来点击上传 点完上传之后 大家注意看 是不是打印了一个1 为什么会打印一个1 就是因为我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触发了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一旦执行 里面就只打印了一个1 所以我点一下它打印一下 点一下它打印一下 理解了吗 能理解的同学 给老师打个1好不好 一定要理解这一个步骤 事件 好 那么实际上 我点上传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让它打1吧 我点上传的目的 是让它给我上传文件吗 上传文件 首先你得要干嘛 上传文件 首先 你是不是得要 打开一个文件选择去 让我选择文件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 再来导入一个东西 我们tk当中的什么呢 当中的一个叫做 file 这个 然后里面的所有的这个方法 好 那么 创建 或者说打开我们的窗口 应该怎么去写呢 首先我们定一个file name 我要去取这个文件的名字 我选择了这个文件的名字 怎么取通过 sk 然后呢 open file name 去取 sk openfile name 就是打开一个文件 得到文件名嘛 那么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不用去写什么东西了 我们来试一下啊 我们来试一下 运行 运行之后 注意看 我来点击上传 点完上传以后 大家看 是不是出来了一个文件选择宽 时间长的会卡住吗 会卡住 如果我们不启用多线程的话 就会卡住 启用多线程就不会卡住啊 打开这个文件选择宽以后 我就可以去选择文件 比如说我选择这个1.RR双击 是不是选完了 选完了之后 那么这个1.RR的路径 就到哪里来了 就到这个pile 就到我们这个file name里面来了 我再来试一下 上传 选择文件 好 它是不是给我们打印出来了一个绝对地址 打印出来了 我们选择了这个文件的绝对地址 是不是 好 打印出来了这个绝对地址之后 也就是说我要上传的文件就是它 那么我首先先弄一个什么呢 我们定一个files 先弄一个 先把这个文件给我打开再说 打开谁 打开叫做file name的这个文件 打开的方式用什么 用R吗 是不是应该用R吗 想想看 我打开的方式用R可以吗 想一下 不可以 为什么 R是读 表示我打开文件是做一个读取 对吧 但是默认的读是什么 默认的读是读字符 是R什么 是R一个死尊 是读一个死尊 但是文件你能够用死尊 用字符去读吗 肯定不行 所以你要加上一个B 读 二进制文件 这样子的话呢 它的文件才能够正常的读出来 不会 不会这个 有损坏 知道吧 然后点read的 我就拿到了这个文件吧 这个files 相当于是不是就是这个文件 拿到这个文件以后 我要上传了 怎么上传 怎么上传 我要上传到哪里去 我要给它上传到哪里去 我是不是要给它上传到这个网站上面 那么上传到这个网站上面去 是什么上传的呢 上传到这个网站上面去 是什么上传的呢 以前啊 大家用过什么 request这个模块 来我们import request这个模块 它是个什么模块 pato模块 以前我们经常用的就是什么呢 get get 或者是post post请求的时候 也很少用到请求一个文件 一般都是用什么呢 请求一个账号密码 或者请求一个参数 今天我们来试一下 请求文件应该怎么做 那么请求文件的话呢 首先我们还是来个response response等于谁呢 等于我们request.post 我们这里要请求一个UIL 请求的UIL是谁 来我们先来上传一个 测试一下 上传 请求的UIL是这个参数 请求的方式是post 但是这个data我们应该填什么 这个data我们应该填什么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给它实力一个data 但是这个data里面我们应该写什么东西呢 请求一个字符的时候 我知道每一个参数给它写一个名字 但是你发现没有 这里完全不一样 它不是请求字符 它不是请求字符 对不对 我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不直接用网页版 因为直接用网页版的话呢 你就学不到去做一个GUI的程序 明白吧 你就学不到去做一个GUI的程序 OK 明白是不是 就是这里 这里上传文件它是不是不一样 它说到文件和我们提交账号密码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不对 好 那么上传文件的时候我教你应该怎么做 你要看它提交了哪些参数 这个地方的话 它实际上只提交了一个参数 而这个参数的类型其实就是一个文件对象 就是一个文件对象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来请注意看 首先 上传任何的文件 至少它会提交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什么呢 一个参数是文件名 文件名叫什么 文件名叫做Fail Name 默认它就叫做Fail Name Fail Name这个文件名 应该是什么 我们上传的时候 是不是把这个绝对路径拿过来以后 给它分割之后 我们只拿最后一部分 所以应该怎么写呢 应该是Fail Name点什么 Sprnit 给它通过左斜杆来分割吧 所以这个参数应该写什么 左斜杆 分割完成之后 我拿最后这一个 对吧 我拿倒数第一个 是不是就是1.i啊 这个能理解吧 同学们 这句能够理解吧 能理解的同学给老师打个1 这句能不能理解 没问题是不是 好 那么拿到这个文件名以后 文件名我是做好了 但是的话呢 我现在是可以直接提交Data了 没问题 但是的话呢 除了Data以外 它还有一个参数 Fails 那么Request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它给我们做好了一个 封装好了一个 可以直接把文件单独提交的 这样一个对象 这里面 给它一个Fails 那么这个Fails 我们又要来重新创建 Fails等于什么呢 也是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里面 它填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Fail的Lame这个名字 叫做Fail 因为什么呢 因为后台会通过这个Fail 去找这个文件 同时它所对应的 这个Fail所对应的 这个文件的值是什么呢 叫做Fails 这个能够理解吗 这个Fails是它吗 不是它 是谁 是它 所以这个Fails 代表的是一个二进制文件 这个二进制文件的 文件名叫Fail 能理解吗 这个Data参数里面是什么呢 是我们提交用户的文件名 原始文件名 叫什么 叫我们取出来的这个 总的这个绝对路径里面的最后一个部分 是吧 好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能进行一个请求 请求之后 我们看看能够得到什么 我们来一个什么呢 Response Result吧 Result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Response 点Text 我们看看能不能够上传成功 Print Result 运行 运行以后来我们注意看 继续上传 上传谁呢 上传1.ir这个文件 好 结果我们得到的值是什么 结果我们得到的值是什么 得到的值是他对不对 是不是得到的值是他 为什么会得到的值是他呢 我们看看最终他给我们保存的文件叫什么名字 也叫Fail 为什么会保存为Fail呢 为什么最终我们的服务器会给我们保存为Fail呢 想一下同学们 思考一下 为什么他会给我们保存为Fail 思考一下 想一想 问题有可能出在哪里 想一想 对了 因为谁 是不是因为 问题一定是出在哪个地方 出在这个地方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分割出来的结果 它应该是一个Fail 我们来试一下 Fail Name 等于 我们重新来试一下 保存 刷新 好 再来上传 还是上传他 最后的结果也是一样的 是不是 为什么没有给我们打印呢 我们帮他打印了 print打印谁 Fail name 这就是解决问题 我们去找bug应该怎么找 这是找bug的方法 最后给我们打印出来的是1.rar 但是为什么我们上传上去以后 它就变了呢 它为什么就变了 变了一个人呢 是吧 为什么就变了一个人呢 很简单 request给我们封装好的 这个提交Fail的这个对象 它是不需要提交二进制文件的 我们只需要提交这个对象就可以了 只需要提交这个对象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保存 运行 再来测试一下 运行之后来 这一次得到的结果 是不是就可以了 它给我们返回的是什么 返回的就是这个下载地址嘛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注意看 返回来这个下载地址之后 我应该把下载地址给它放到哪个地方 我应该把下载地址给它放到哪里 是不是应该把它放到这个输入框里面 那么我怎么给它放到输入框里面呢 很简单 之前我们不是定义了一个ent吗 就是输入框吗 那么ent.insert插入 插入到哪里呢 插入到 第一个元素 就是零这个元素 从零开始 从第一个开始 插入的数据是什么呢 result 但是在插入之前的话呢 我首先要给它删掉 为什么 假如说我已经上传了一个文件 我还要下载另外一个地址的话 再上传另外一个文件的话呢 它会在前面加上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给它删掉 delete 从零到哪里 到end 到最后全部给它删完 然后这次我们再来运行 这次运行之后 我们再来看 选择文件之后 大家注意看 它是不是上传上去了 上传上去是不是跟我们返回回来一个UAL 是不是返回来一个UAL 那么返回来这个UAL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用来下载 或者复制出来 发给我们的朋友 你要把文件发给谁就发给谁 但是现在呢 我们来完成这个下载 下载怎么来实现呢 这是上传 下载实现 是不是我们同样的 也要干嘛 也要给它加成一个command command等于什么 等于我们的down down 所以我们还要来定一个啥 定一个叫做down的这样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里面又要做什么事情 这个函数里面又要做什么事情 要去下载是不是 下载用谁 下载用谁 还是要用我们的request 点 什么呢 这次不是点get 而不是点post 而是点get 把地址给它 但是这个地址是什么 这个地址我们应该用什么 想一想啊 这个地址我们应该就用什么 现在 想一下 大家是不是到了现在这个点都 脑子都已经懵了 result 这个result你还拿得到吗 result你还拿得到吗 它是我们另外一个函数的一个变量 你到另外 你到这个函数里面去拿 另外一个函数的变量怎么能行呢 对了 我们拿的应该是谁 应该是输入框文本框里面的那个内容是吧 那么怎么拿文本框里面的那个内容呢 那个ul怎么拿呢 ul直接通过ent.get就可以拿到 就可以把那个内容给拿到 拿到之后我们给到谁 拿到之后我们给到这个get就行了 把ul给它就行了 给到它以后 最终 我们直接这个 这里吧 直接拿到这个files files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response.txt可以吗 可不可以 我这么写行不行 点txt是拿什么 拿字无创对不对 你 你去 按照拿字无创的方式 你去把一个二军字文件拿出来 你肯定会报错 不报错 你这个文件也用不了 已经废了 所以我们得用content 拿到原文件 二军字文件 拿到之后 我们是不是来保存就可以了 保存怎么保存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open open保存到哪里呢 保存到哪里 这里又要定义一个叫做file name file name这么一个东西 等于什么 等于什么 as key 刚才是openfile name 现在我们是什么 是savefile name 是不是 我保存一个文件 保存到一定的地方 保存到哪个地方 保存到file name这个位置 这次打开文件的方式 是wb写二进制文件 对吧 然后呢asfn 然后呢我们fn.write 写数据 把谁写进去 把我们的file写进去 保存 好 我们来上传一个文件 上传一个谁呢 就上传他吧 还是上传他 上传完之后 是不是有一个UIO了 这个UIO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用了下载 来点击下载 那么点击下载之后 它是不是让我们保存文件 保存到哪里 来保存到桌面 桌面上 我们不保存桌面 我们保存到disk里面 保存到这里面 保存为什么文件呢 保存为1.rl 保存为123.rl 然后回车 有没有 不是这里 这里啊 有没有 是不是保存下来了 那么dy的一个实现 是不是很轻松 很简单 对吗 理解吗 理解没有 就这个逻辑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跟我们的需求 来进行一个对应 主要是跟我们的需求 来进行一个对应 知道吗